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是有三名扼煞持铁棍要做事攻击路上的汽车 这事情发生在万华南机场夜市附近出现三名恐怖男子 手持铁棍过马路随机要攻击开车经过四台汽车 那么就有机车骑士担心自己会遭受攻击 因此是在绿灯的情况之下让三个人先来通过 干脆了解这三个人当时正打算前往医院 疑似想要寻仇 直行车道明明就是绿灯 三名男子却是大摇大摆想要硬闯过马路 仔细看其中两人手上拿着铁棍 最前方的灰衣男子看到汽车经过 竟跨前一小步坐视攻击 接连两辆车从他的前方开过 他还只是坐坐样子 没想到看到第四辆车 他直接就朝地上劈砍 一旁的骑士看傻赶紧停车 离让这三人通过 就怕无端受到攻击 有一个人问他去去去去去 他就问他说和平一样从哪里去 我就从那边去一样 啊我有看到那个男生这边受伤 看他五岁就很久一点 周六下午五点多 三人来到了万华南机场附近 其中一人脸部受伤 可能是打算前往医院 这老半天找不到路 精神状况似乎有些不佳 只是光天化日下 拿着铁棍在路上走来走去 民众看得不眠觉得有些害怕 好像有一个受伤的 两个男生在安抚他 对啊 他好像一直要往前走嘛 他就安抚他 跟他讲什么这样子 其中一人似乎情绪比较激动 另外两名男子连忙安抚 只是拿着铁棍是不是打算寻求理论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三人涉及违规穿越车道 可以开罚三百元 而做事攻击的行为 恐怕也触犯强制罪 记者徐赵伟 红枯城台北 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时间内容 也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